这里是岭南腹地某综合训练场 一场两栖装甲战车迎战术考核 将在这里拉开战路 作为新装备受领后的首次战术演练 对74集团军 谋吕硬骨头六连的官兵来说 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作为众人眼中军事技能过硬 必争第一的硬骨头六连 他们的一举一动 也都成了被关注的焦点 真正的作战 我们需要达到一个什么的标准 我感觉良好都不行 必须是优秀之上 所以在平时的训练当中 我也是给我们那些排列的人员 灌出这样的思想 现在所有的训练 都不是为了成绩而训练 都是为了将来的作战而训练 然而在此次考核过程中 战士们却接连发生操作失误 最终全连装甲通信客目 成绩垫底 这样的事情在六连 还是第一次发生 在改革之后 连队的装备也是明显更多 我们大型的装备 补展车变多了 我们排数过去 搬数过去 种类变多了 对于我们来说 这些东西都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话是我们看过其他单位用过 陌生的话真正配发给我 我们确认不会 不会使用 不会它的操作 不会它的作战运用 在旅车上筹号当中排名靠后 当时连队也是感觉 是一个起始大主 取得第一名 我感觉是应该的 取得第二名的话 都感觉坐不住 就是走在大路上 都感觉不好意思 从无败计 铁骨铮铮的六连 竟然在一场小小的考核中失利 面对成绩垫底的现实 作为六连连长的赵松 立下军令状 在十天后的第二次考核当中 六连一定会拿到全旅第一的成绩 若没能达到 它就会辞去连长的职务 其实我们当时想完 就是一个没别的 就是加练 就是别人睡觉的时间我们去练 别人休息的时间我们去练 把我们所有的操作流程 变成一个肌肉的记忆 通过十个昼夜的反复练习 车掌门专业技能提升显著 在第二次通信考核中 六连所有车掌拿下了全优成绩 兑现了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通过这次失败的教训 六连官兵很快认识到 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传统思维方式 转换到驾驭信息化的装备中去 找到原因 六连官兵迅速做出调整 在全旅率先开展 一专多能 多专多能训练 全联有85%的官兵 精通两门以上专业 从哪里倒下 必须从哪里爬下来 然后举一反弹 把其他的也要做好 你六连拿不到第一 甚至连第二都不是 那你怎么说你是硬骨头 几天之后 一场更大的挑战如期而至 越东某海域 两栖战车海上进攻战斗演练 拉开战幕 此时海上风力突然增大 呈现四级海况 达到了两栖战车扛风浪等级的极限 就在这种极为险恶的环境下 六连再次发挥带头作用 主动请阴 有能力完成此事任务 请首长抓紧 那么如果超过了这个极限值 对我们车的话 其实危险还比较大的 因为浪大了之后 这个车啊 这个它在海上飘摇的 也是非常厉害 在四级海况条件下 进行抢探登陆 装备面临净水 乘车的危险 但凭借六连人自身的经验 和全员的协作 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指挥所 全体六连官兵 有信心 有能力 完成此事任务 请首长抓紧 登陆舰入海 是整个抢探过程中 最为危险的一个环节 洋流风浪的大小 和空间的狭窄 都会扰乱两棲战车的稳定性 这极大考验着车长 和驾驶员的技术 连长赵松决定 第一个下登陆舰 六连的干部都是排斗兵 那么我作为连长 首先要敢于开第一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如此风浪 如此大的情况下 我开第一车 无疑是给我们战士 一个强大的自信 刚一入海 战车就遭遇了 买手的紧急情况 车头不断下沉 在正常情况下 战车遭遇买手 一般一到二秒 此时受洋流的影响 战车已经买手超过了三秒 沉车的危险步步逼近 那么下水的时候 很容易被浪打偏掉 这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此时的赵松眼神坚定 与驾驶员完美配合 将转速控制的分毫不差 六秒后 战车终于稳住 车头从海浪中又冒了出来 危机暂时解除 六连的战车相继入海 仅仅用时十分钟 编组成抢滩登陆战斗队形 准备抢滩 在新一化作战当中 我们两栖专业部队的话 肯定是第一批登岛 那么也是第一批和敌人 短兵相接的一个部队 就在距离滩头二十公里处 战车准备冲击滩头时 意外再次出现 报告指挥处 车辆大量进水 车辆进水 是战车海上行进的大计 新进车长欧阳帆沉着冷静 连长赵松果断指挥 天不上好 这是正常天降 不要慌张 密切关注进水情况 在仔细地排查下 问题很快查明 印古三号进水 是由于风浪太大 海浪拍进了气筒 从泄水阀流入了载原室 好在情况可控 得以顺利归队 继续抢摊任务 好好看 地下进水阀 封海 刚才的海矿等级已经接近我装甲车辆抗风浪等级的极限值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下水 是因为我们是六连人 六连人就要冲在队前面 敢于驾驶第一车 在六连只有作战本领过硬 能打胜仗才是硬骨头战士 最终六连战士们作为冲锋部队 率先抢摊成功 第一个完成远距离直航 带着无往不胜的硬骨头精神 海上演练得以顺利进行 和他们一样 远在西北的重装合成旅 正在经历一次严苛的考验 九月中旬 西北大漠的早晚 已有了深秋的寒意 但正午时分 气温仍然高达三十摄氏度 机动千里 从平原筑地到荒凉戈壁 这是第一次 为了这次的士兵实弹对抗演习 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合成旅 在天山脚下的集训 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 官兵们过上了早船皮窑 五船沙 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塞外生活 坚强的意志战胜了厚重的沙土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 在恶劣复杂的自然环境下 第一次驾驭新型装备 进行士兵实弹对抗演习 这一切仍是一场严酷的考验 同志们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现在 作为军人 我们应该怎么问 起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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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史上 我们曾在装备及时落后 激仰不足的情况下 打败强敌 现在 我们装备了最先进的坦克 刚多了 气更足 我们是 工程浩 勇往之间 战互我们 这是工程浩坦克连 他们有着光荣的历史传承 无论训练还是演习 先辈们留下的勇往之前 战无不胜的精神 成为这支连队不断攀升的动力 工程浩坦克连 是我军最早建立的坦克部队 从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第一辆坦克 到国产59式坦克 再到99A式主战坦克 工程浩历经四次换装 每一次换装都印证了 我军装甲部队的成长 一直以来不管是平时的工作训练 还是演习这种重大的任务 大家这一块争先创优 对自我的要求这一块一直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好的传承了先辈给我们留下来的 这种优秀的品质 列庄陆战之王的工程浩坦克连 在这次演习中担负着 彻翼迂回向敌纵身穿插的艰巨任务 在没有预设路线缺少敌情分析 无法及时获取有效火力掩护的情况下 这只插入敌方要害的利剑 却有可能随时遭遇敌人的突袭 面对重重困难 只有万全准备才能从容不迫 我们每个车都是进行了 这个详细的准备 因为有行兵去年9月份刚入 现在可能时间刚一年 这一块我们对这个人员进行了心脑搭配 包括他这个人员的性格 这个车辆的技术状况 人员的操作能力等各个方面 综合把这个坦克的这三个三组人员 就是配到最强最合适 最大的发挥出车与人的这个战斗性能 在这边发挥出车与人的这十年 修正號吹響 石兵實彈演習正式開始 原火營在預定時間 到達指定炮位 對預設目標 實施戰役級炮火打擊 二連四炮對 與指揮所壓制 二 五 四 三 二 一 炮 彈無虛化 敵方雷達戰倉庫地下攻勢 這類大型兼顧目標被徹底擊毀 精確打擊結束的同時 大面積火力壓制馬上開始 火箭炮簾開始進入陣地 火箭炮簾在我們營來講 它的射程最遠 覆蓋面積最大 是我們營的重要的抑制力量吧 對於我們鋁來講的話 它是鋁的重要的 遠程的火力 資源力量 戰術意義非常重要 得益於新型裝備 裝點速度提高了1.5倍 從進入陣地到完成發射準備 不超過5分鐘 為了最大限度接近實戰 指揮部鄰機給出射擊目標 第一次用新裝備參加演習 就要面對不確定的目標 難度再次增加 三年換裝等待 兩個月切裝適應 追星趕月不捨昼夜 能否步入使命 全力注意 101號目標 5 4 3 2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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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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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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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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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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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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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7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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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考驗一環接一環 才剛修好履帶 又要面對小股敵人的侵擾 孤軍深入 前路雄險 唯有勇往直前才能戰無不勝 依托99A式先進的火控系統 工程號坦克連 展現出了強大的突防能力 這次穿插我們全聯是 沒有一輛坦克積損或者積傷 我們配屬的步兵是最先到達 就是攻擊的核心任務 4號高地的北側 我們是第一個到達了個地方的 可以說是比較圓滿地完成了 上級賦予我們的任務 這次演習突出 將我們這個重型的合成旅 和戰役的炮兵群 一體設計 同步參演 提高了我們合成指揮員 對兵力行動和火力打擊的 就是這個指揮和協調控制能力 灼熱的大漠硝煙散盡 鋼鐵的洪流黏延不斷 演習結束了 火炮連創造了新裝備 形成戰力的新速度 宮城號坦克連 更續著先輩們的無畏 榮耀 而閃電八連取得了 全力最好成績 連續兩年被評為優勝連隊 以臨戰的姿態 實戰的標準 去發現和解決問題 關鍵時刻拉得出 打得贏 才能不如使命 演習的結束 並不意味著訓練的落幕 在強軍之路上 新的徵程已經開始